大家好,我是吴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这一节跟大家讲一讲 陈伟霆回来香港,很有钱 说他妈妈当然很开心 你也没想过他有钱是这样的 你说有钱,小小的就十万八万一个月 他不是的,他现在住豪宅 住豪宅的老母无端端变了个星妈 你猜不到啊,陈伟霆 另外就说,你别看小人 香港小姐冠军 原来,除了一些人说,我不知道他是劏房 我不知道他住劏房,只是说是二三百尺 但是有些人说,哪有二三百尺 看单位就知道是劏房 有人说是劏房讲者,冠军 原来之前做过销售士又做过保险 所以英雄莫问出处 正所谓就是什么,凌欺白骚公 莫欺少年穷 今天就讲了这两个故事 先讲讲讲者,好吗? 等一下再讲的士陈 因为昨天的中国新闻讲的士陈 那些人好像不知道他是什么 是不知道的 他好像是,因为他比较在内地发展 多过在香港,太多了 但是内地是,有人赚到他天上有地下无 那,你懂得玩内地的媒体 其实是不难的 是啊,几个水 几十间媒体,你要铺新闻 他们经理人公司做 是不难的 内地未必会知道你是谁 你说是红,你出来仰一下手 说要派签名照片,像阿扎志恒那样 是不是? 那你就明星了 是啊,没错 很红啊这个 你说是就可以了 其实以前香港也是一样的 香港也是一样的,你说他红,他就红了 但是现在在网络搞到什么 你没有的,你走过韩星来香港 你说他红,别人都相信的 是啊,是这样的 我想陈慧庭有点这种 因为都说他经理人公司厉害 铺天盖地 那他厉害不厉害呢? 待会告诉你 先说说港者林玉慧 现在起他底 因为之前有见过他 上去别人台说色情 他那些姓氏 说得这么出神日化 原来他本身是模特公司 那时候是和熊代林 是同一间公司的 郭富城以前的女儿 是熊代林的师妹 但是入行两年 就没什么做 很厉害的 你别想着 所以常常有人说 你两年不行,你放弃 又是给三年自己追梦 三年? 我追了二十年 头十年都是吃得糞 那种 之后 有人认识拍网片 但还是找不到吃的 一直找不到吃的 他们这些都是追梦 两年都没什么做 进去模特公司 走去转做售仇 但是他又没有放弃娱乐圈的梦 说他原来是小时候 可能是因为爸爸的关系 小时候是想做明星入娱乐圈 这些真的不懂得想 女儿做娱乐圈有什么好处 我没听过一个女儿艺术 真的 我上次跟李温华聊天 她是不赞成女儿进娱乐圈的 另外你看看邮淑貞 她的女儿是不拍摄的 自己做 我已经本身一个名人 我想出来做什么 你看到很少妈妈 有的有的 例如李丽珍 她的女儿也是做KOL 拍YouTube 真的进娱乐圈 喂 曾智慧说 不懂也写一口 不懂也写一口 懂得了 哇 真是你知道做这行多吗 好了 出奴港姐冠军 27岁 夺掌那一刻她自己也不相信 对吧 因为她爸爸也说 你别玩了 对吧 她说 我拿了冠军 她说 她爸爸是第一时间短信恭喜她的 这样说 她说这个女儿 没有的 她说知情人士 她刚刚认回她的女儿 十年前 她说在Facebook 用英文名来找 这样也找得到 我找过中学同学也找不到 她找女儿找到 我真的找不到 我想试试找回我以前初中一起打球的朋友 想找回我和你一起的那些死人有钱的那些 那些 我看你现在死得了 我看你现在死得了 找不到 对 竟然她找回女儿 就是这样 Facebook是很厉害的 这么说 她除了是 就是做过这个 这个Sales 之外 还做了保险 是 是 就是说 任职保险界多年 那个 就是她的前女朋友 就是林俊妍的前女朋友 帮她找女儿 就知道她想找钱 就介绍她 做保险 就帮她扩充人脈 那么任职保险的旧同事爆了 就说 当她的父亲的前女朋友 Winnie 叫她做姐姐 就当这个 林玉慧 就是港姐冠军 是亲生女的 就给她住她的家 照顾她的衣食住行 车出车入 天天黏着实 全公司一直以为 这是姐姐的亲生女 直到几年前看报道才知道 她不是亲生的 原来 我以为她是女儿 大家的同事很惊讶 就说 这个港姐冠军 其实也挺有人缘 有些长辈缘 有些长辈缘 也有方面 我相信 都是关乎她老爸的事情 是呀 爱屋及乌 爱你老爸 你老爸有她的随 那就可以了 是啊 我说她做了两年保险 收入稳定 不过 她志不在此 她只想做明星 她就在报名 原来她之前是被人淘汰了 嗯 现在是多少 2022年 是 2013年香港小姐 她曾经报名 9年前淘汰 9年后拿冠军 算是这样了 18岁参加的时候 当时欠缺包装 被传媒列入騎离祖 哇 第一转就被淘汰了 那时的样子是不是很不同呢 哦 那有些人是 又是什么叫 满城 她是属于满城 不是 她的样子 没有包装 又是 又是很难说的 她减了磅 减了磅 减了磅 是的 个人的信心又大了 你的样子也是 眼神很够呆 很懵懵的 是啊 很懵的 她的样子也是 不过这件事也是 好像一个gimmick 哦 这个真是很 很励志 所以说 经常都说你要试 她敢试 那她九年 她是足足九年 有些人 玩一次就算了 是啊 她这些很厉害 那 那 那 当她输了 她勸她包装 入棋里祖 她没有放弃 嗯 她知道当时做年毛的表姑姐 老咪是你表姑姐 不是吧 她说终于找到老咪帮手 真是那个 是不是我认识那个 似乎应该是 是啊 老咪是你表姑姐 老咪你也认识多少人 张志恒跟你有关系 林俊妍又是你表姑姐 是你表哥 哇 哇 你真是姑姐 是啊 林俊妍是你表哥 你认识这么多 不怪不得 不怪不得在一个圈里 扔着扔着 不舍得走 那我找表姑姐帮手 走去做model 然后就 是这样的 做完model 都找不到石 就回去做sales 嗯 那现在不用了 完梦了 那大件事了 你表姊女 现在碰了 老咪 就立即出来 多话说了 一定 对了 阴阴阳阳阳 这些是很厉害的 这些事 其实是很难的 女人通常是很快就放弃的 想不到她可以九年都不放弃 然后成为最强星二代之名入行 因为她老爸当年是很红的 嗯 那这样说了 就成为了现在的冠军 那人的遭遇呢 其实很难说 你看看陈伟霆 我真的没有想过陈伟霆 我敢说 我真的没有想过陈伟霆 会比我红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做网红那一年 而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那时候是穷飞龙写的这首歌 而我不知道这句字是潮语 而我不知道谁是陈伟霆 是啊 王晓明 别人问 喂 Angelababy 是她的女儿 而我不知道陈伟霆是谁 那时候我们就拿了这句 拿来做网络人的歌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网红 就叫人认识 陈伟霆是被人 就是叫做 是啊 你有没有想过几年后她红到 所以说娱乐圈就是这样 英雄地嘛 被人踢走的那个 九年后回来是冠军 是啊 而我不知道陈伟霆是谁 北上多年猪龙入水 真的 哎 有些东西 失觉了 不要这么说 不要说什么 就是风水轮流传 有时候有些东西 在内地 在深夜酒吧 为什么会爆汗 你问为什么 无法问为什么 不得问为什么 够契 他是 他是 这些这样打起他 不要说契和型 我们娱乐圈 就是娱乐大众 他是娱乐性丰富的 这个人 我也觉得他是 很棒的 是啊 这么聪明了 是啊 在内地是一线小生 猪龙入水 因为最近 他拍电影 叫爆裂点 就是回来香港 最少来多 他一回来 就变身孝顺 其实他也是孝顺的 老母住在豪宅 肯定有不少的生活费 这些 太棒了 一有时间陪妈妈 就和妈妈一起去剪头发 家人就同住海景豪宅 又再次曝光了 因为可以回来拍电影 香港逗留 长年分隔两地 两母子终于在微博公开 就和妈妈剪头发 那陈伟霆现在在香港 如果大家在街上看到陈伟霆 就不要说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现在人家是内地一线小生 是啊 他很厉害 更加就说 在微博留言 简单快乐的时光 家人相聚的时间是开心的 那他说他家里 超级豪华 车华 车华 很厉害 养三只狗 在厨房拍合照 空间感极大 简约为主 黑白云石 就砌出来的台面很奢华 光线又足又盛盛 人家豪宅 还说光线 老年那么大 是啊 是的 原来陈伟霆不是第一次告诉别人 我那间很大了 就常常都晒这些东西 他说早前他在中秋节的时候 已经和那些儿生一起玩灯笼 玩月饼吃灯笼 就看到豪宅就宽阔大露台 落地玻璃又大大大大大大 始终就说大到他家里的衣帽间 好像时装店那样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不得了了 那陈伟霆就 原来以前很惨的 单亲妈妈 要借钱买奶粉 读国际学校 就靠奖学金升学 原来他读书可以的 看不出 你有没有看少他 厉害人 陈伟霆是36岁 家里有三子弟 他妈妈因为意外 怀孕生了他 他有个给他大十多年的姐姐和哥哥 他拉仔 意外怀孕生了个宝 哇 真是厉害 对了 他说他爸爸很小的时候就病死了 病小 最后就和子弟 他与子弟由妈妈照顾 还有弟弟吗 他这样写吧 雜字可能写错了 家境不好 妈妈甚至要借钱买奶粉给他 幸好他姐姐和哥哥都生成 有帮助他妈妈日常生活 他应该有哥哥和姐姐的 姐姐年纪都不小 你想想他36 大十多年 你姐姐都成五十岁 你想想意外的那些 对了 对了 本身他们家里都很特别 应该是 你不要笑他 你看他 出去新秀的时候 之前好像抽筋 原来他读中学的时候 很喜欢跳舞 已经代表了学校 参加不同的跳舞比赛 很有表演欲的人 獲得奖学金和奖学 为学校增光 因为曾经学分不足 最终用跳舞的成绩 弥补才能升班 即是说他这个人 读书 原来奖学金是靠比赛的 原来打算中午之后 去外国读书 谁知道那一年就去参加英王新秀 拿着冠军 英王看中了不知什么 敬舞台风演艺奖 自我才华表演奖 三料冠军 陈慧霆 放弃去英国读书 所以你看他之前说英文 I'm a boy 那个黑白的 我知道 Time is very important 那些 签约英王 但是他之后就没有去英国读书 正式加入娱乐圈 那慢慢开头 原来只是做主持 TVB 迪士尼开心星期六的节目 他真是幸运到不得了 你知不知道他出道 其实不是单飞的 他那是什么 他改名 有个叫Sun Boys的组合 他是和几个男生一起出道 后来搞一搞一搞 只剩下他一个 这都是的 你所有的男团女团 最后都是告诉你 一将功成万骨灰 又是 看谁 看谁好彩得起 原来是陈慧霆 对 那这些陈慧霆 我们香港人 即我们这些 漁民 香港的漁村 我们的漁民 是不懂得去欣赏他 是的 我不懂 我其实觉得他是很有娱乐性的 但是你其余方面 你不要 我经常说 艺人艺人 你不要经常当是艺术 看才行 你当是很开心心 有些东西给你看看就可以了 嗯 陈慧霆我觉得他挺开心的 是 只有一口笑 也好 看到他现在这么风山水起 这么厉害 就是替他妈妈开心 嗯 意外真的撿过金波罗 他这些真的有讲运 是的 谁知道 好像林玉慧也是 是 不放弃就可以了 是的 我想他有没有一度懷疑自己呢 你猜 一定有 你当然有 要不然他也不会走上去 有人说那些东西 说什么 说好色的东西 是的 打算拼搏 这样就可以了 你也 没有想过自己的形象 没有的 没有的 有的 你 没有东西啦 曾志偉都说 只是碰面而已 是的 是的 他不是的 他又没有东西 这样 五个SP 哇 真的受不了 是的 不要 不要紧要了 最紧要 什么 英雄莫问出传 没错 恭喜两位 是的 二九万乡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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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